注意注意 与君师已上线 前两天呢 有位兄弟跟我说呀 他喜欢上了一个女生 原本打算呢 去跟他表白了 但是却发现 女生还在跟自己的前男友联系 他顿时就觉得自己没戏了 然后来问我啊 女生这什么心理 自己呢 还有没有机会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 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感谢兄弟呢 这个位才往下看吧 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沉默成本 可能很多兄弟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啊 没关系 后面呢会跟大家解释的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女生在面对感情的时候 她使用的方法是什么 有没有哪位兄弟知道 不知道 没关系啊 我来告诉大家 是责忧 求智不求量 也就是说女生在谈恋爱的时候 一旦认定了对方是自己心仪的伴侣 那么她就会为对方付出很多 投资很多 比如说这个时间呀 精力呀 金钱呀 感情呀等等 大家都知道啊 付出的越多就会越爱对方 但是如果说两个人因为一些矛盾 最后分手了 那么在分手前 你知道会优先考虑什么事吗 错啊 并不是有多爱对方 而是我对你付出了多少 投资了多少 那么对于投资呢 无法回本的情况 咱们就叫它沉默成本 女生对于自己投资了很多 付出了很多的钱男友 分开之后呢 往往都是难以割舍的 所以在他们的主观意识里呀 就会逆向合理化为 我还爱着她 所以呢 就会出现女生 还会跟前任联系的情况 再来说说第二个原因就是 对复合呢 抱有希望 其实很多人分手的原因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需求的不匹配 引发了矛盾 比如说两个人都习惯了 以自我为中心 不愿意去为了对方改变自己等等啊 当自己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 就会引发矛盾 然后就会吵架 最终导致分手 但是这些矛盾在当时那个环境下 是没有办法去处理的 因为两个人都有情绪 但是从那个情绪中走出来之后呢 就会觉得可能当时的想法以及做法 也许太冲动了 太不理智了 所以有些女生呢 就会去联系前任 想要复合 那以上这两点呢 就是女生会跟前任联系的两种心理了 那至于你说的 你还有没有机会 这个呢 是要根据情况来定的 不过叶子建议大家呢 还是不要再继续尝试了 因为如果说你继续尝试 那肯定也是要为对方去付出很多东西 最终呢 也会沦为沉默成本 会让你更加的痛苦 所以与其让自己一直痛苦 还不如呢 就趁早放手 其实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很多兄弟们你自己的问题 因为出于缺乏择偶选择权 对于恋爱缺乏经验 很多兄弟呢 会轻易的 对不适合自己的女生进行投资 以为啊 能够换来爱情 所以一定要拥有自我标准 筛选掉一些不靠谱的女生 好 那对于这个问题 兄弟们现在应该知道 女生是什么意思了吧 那至于你要怎么去做 相信呢 你也应该很清楚了 好啦 今天就落到这了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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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ve看着